5月1號台鐵表定列車將全停駛 民眾到北車櫃台退票或改旗 統計截至4月20號 有1.2萬名員工勞動結集體不加班 其中表態願意出勤的司機員只剩一人 台鐵上一次非因為颱風地震天災全面停駛 是在1988年 距今已經34年 交通部長王國才致歉 喊話希望員工回工作崗位 預估運能缺口35.8萬人次 將加開客運2100班次 市區公車200班次 另外也加開10條類火車路線 所謂類火車就是由公路總局租遊覽車 開10條臨時路線 花蓮台東170班 台北台東170班 台東花蓮則有60班 不過對旅客來說 交通時間拉長很不方便 他們要回去 不能就少了一個運輸工具 當然會比較麻煩 公路一定都會比較會塞車這個問題 選擇不走東邊這一條 我可能就會選擇就是 改大高鐵到新左營 類火車接駁 預計台北台東要花7小時 費用比照去兼車220元 另外高鐵協助9萬人輸運 客運則分擔13.6萬人 出花蓋的路上 它會啟用大客車專用的一個 可以行駛路間專用的一個方式 來確保剛才特別提到的 台北到花蓮的一個旅行時間 能夠在一定的服務水準下 5月1號沒台鐵可搭改類火車接駁 雖然有車 但東部可能塞車到半夜 台九線也可能塞車 到時候恐怕引發更多民怨 TVBS新聞